您好,我是陳琦所做設計研究室的創辦人陳宣培 目前我們工作室主要是在推廣蝶谷巴特這個工藝 還有就是金箔創作這兩樣的工藝去做結合 那我們會從最基礎的課程去做一個分享跟推廣 進而如果學生對這一個手作的工作他有興趣的時候 我們也會去培養學生怎麼樣從手作去跟市場接軌 那我們有相關這一方面的一個配套的課程在做進行跟推廣 那這個是我希望說我可以盡一點自己的小力量 然後翻轉很多職業婦女在二次就業上的困難 這是目前我們工作室在做的事情 建築蝶谷巴特是因為之前的工作關係啊 外派到南非去 那因為外派的生活齁 你會不知道什麼時候會被叫回來台灣 那我們在那裡的生活其實我都從上就是極簡 我會是利用就是二手的家具 那二手的家具去你會覺得他可能色彩不夠鮮豔的時候 你會想要自己去改造 那我是因為這樣子才接觸到蝶谷巴特 因為我發現蝶谷巴特就是剪下自己喜歡的圖案去做一個 比如說老物件的重新翻轉它的使用率 是這樣開始接觸到蝶谷巴特 然後後來回台灣進去以後 才又開始把這一個興趣漸漸的再去進修 然後變成自己的工作 這個作品的創作時期是在我今年初接受那個 台南生活美學館的邀請展覽 那因為我本身其實自己是台南人 我又很喜歡這一種老物件 那這個手提箱會讓我有一種衣錦環箱的那種概念 那我利用金箔跟拼貼去做了一個就是老物翻新的改造 所以這個作品是我自己還蠻喜歡的 這上面就是小鳥 然後好像從鳥籠裡面飛出去尋找夢想 可是現在覺得自己就是有一點點小小成就 我想要就是回家的那一種感覺 所以這個是我創作的理念跟一個想法 然後他也在台南生活美學館還有日樂壇還有樂展場 都有去做一個展覽 我們工作室目前都是以教學為主要的市場 那我個人我會希望可以成立一個商品的品牌 去做一個推廣 因為我覺得品牌的延續率可能會更長久 而且這樣子會落實到我今天除了教學以外 我自己還有另外的商品在市場上流通販售 因為其實這樣可以給學生做一個很好的示範 如果我今天做了手作 可是他沒有市場你怎麼辦 那他怎麼去打出一個品牌出來 讓他有可以在市場上流通 因為我覺得這樣子才有辦法去延伸你手作的一個創造力 對 我覺得一旦婦女進入家庭以後啊 他好像很難找到自己的另外一個舞台 因為會把自己的所有的時間奉獻給小孩跟家庭 那我自己很開心的是我可以 用實現自己夢想的一個理念去支持 還有去堅持我現在的一個創作 那當然自己這樣做以後你會發現 你的勞工小孩會覺得很敬佩你 所以你會找到自己的一個成就感 我也是用這樣的方式去鼓勵我的學生 找到自己的有關於美學這一方面的潛力 然後再去自發陽光大去支持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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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